欢迎收看凤凰说 有许多职业剧 以医生、军人、警察为主题 男演员们穿上制服 加上与职业贴合的气质 往往显得格外帅气 今天这一集凤凰将谈一谈 竟然来那些戏中 穿上制服的帅气男神 哪一位是你心中的天花板呢 说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军装打扮 陈伟霆在老九门的样子绝对经典 这部背景在民国初年的戏 陈伟霆扮演的张大佛爷张启山 是一位性格大胆 有勇有谋的军官 在戏中眼神犀利 自带一股横杆 陈伟霆确实非常适合穿军装 这个人物让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因此在上海杜沙夫人蜡像馆的蜡像 陈伟霆也选择了老九门中的军装造型 前一阵子有一部戏 很受女性观众欢迎 那就是充满军装帅哥的一见倾心 男一号陈兴旭扮演民国初年的军阀少帅 一身笔挺的军装 非常带感 这部戏以明初为背景 讲述军阀少帅和财阀千金的爱情故事 过去以虐心剧东宫中 心狠手辣的陌黑皇帝走红的陈兴旭 本身的气场就相当强大 这次扮演谭司令 抒起油头穿起军装 同样是杀气腾腾 很适合演这一类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男二号林彦俊 在这部戏中人气也很高 林彦俊参加选秀综艺偶像练习生走红 相貌轻受了他 穿起军装意外的也很有看头 和陈兴旭被称为最新的军装双帅 几年前的一部人生若如初相见 韩东军也穿起了军装 他扮演的一家三少爷 是个看似风流的男子 实则是个韬光养晦身藏不露的军阀 他深爱索取的情家大小姐秦桑 秦桑的初恋却是自己的副官潘建池 这位副官是由徐正熙所饰演 徐正熙曾经在独孤天下 扮演富黑又霸气的宇文护 穿起军装演起反派 格外有一种魅力 人生若如初相见 上演着两位男神互斗的剧情 张罗云在《无心法师》中演出的张显宗 是一位无恶不作的反派军阀 手段独拉的让人心寒 却因为爱上了月起罗 做了许多牺牲 又这冷酷的外表却让人心疼 也是一个军装打扮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张罗云早年就是演出抗战剧 像是黑胡雪豹等戏走红 演过这些证据让他演起军人是毫不费力 任嘉伦也是非常适合穿军装的一位 在秋蝉中穿的是日本军装 因为他表面上是日本高级军官 实际上却是代号秋蝉的卧底共产党员 负责潜伏执行各种机密任务 任嘉伦非常会善用眼神和小细节演戏 在这部戏中他拔面玲珑 游走于多方势力之间 有谋略又激进的模样 演起卧底类的人物非常合适 杨阳曾经在电影暴走神探 演出一位反派 是一位激进的军官 难得展现出阴险毒辣的一面 最近杨阳主演的特战荣耀开播 他饰演了一位出身军人世家的武警特战队员 杨阳是演员中少数真正的军人出身 他毕业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虽然主修的是舞蹈 但是意态十分端正 当初也是因为从小喜欢看军事节目 才选择就读军艺类学校 演起军人被认为气质更像了几分 在戏中也舍弃帅气的偶像打扮 真实呈现出军人刻苦的一面 连特战荣耀的原作者都表示 原本对于小鲜肉演员完全没有好感 但这一次杨阳为戏下足苦工 军事动作做的标准 身体状态也很好 因此对他大为改观表示肯定 虎哥在卫装者中也有身穿军装的造型 虎哥扮演着明台 在军校接受严苛的训练 受训成为军统特工 但是明台因为不忍让自己的同伴 在身体状况不佳的状况下 继续受训而反抗 虎哥亲自上演了精彩的大戏 这部戏不走偶像剧的帅气路线 写实又精彩的剧情 能让人感觉到虎哥独特的魅力 比较早年的几部戏 也有许多经典的军装演出 朱一龙在情定三生 在戏中扮演的耻锐少爷 虽然家境英时 因为满腔抱负的从军 在戏中文武双全 武打戏精彩 展现了极高的武力值 一回头还能抱着孩子 真的是帅气中带有温情 朱一龙震惊严肃的气质 也很适合这一类角色 钟翰良在《来不及说我爱你》中 穿着军装的演出堪称经典 当年和李小冉的这部戏 热度时代非常高 钟翰良饰演的慕容四少 一身军装十分的英姿飒爽 当时一度成为广大女性心中的男神 这部戏将军阀与千金小姐之恋的题材 拍得不落俗套 在豆瓣还拿下了8.4的超高分 十多年来许多人再三回味的作品 霍建华主演的《战长沙》 军装打扮同样很出名 这是一部评价极高的抗日剧 在豆瓣有9.1的高分 这部戏是霍建华第一次演出抗战剧 也是首次挑战军人角色 穿上军装的霍建华刚毅硬朗 还颇有硬汉军人的形象 也因此获封男神顾长官的称号 黄瑾瑜在爱上特种兵中 扮演的是一位待过战区的少校军官 由于身份是特种兵 经常需要执行危险任务 黄瑾瑜187公分的身高 壮瘦的身材 在戏里展现的惊人体能 都用身体实际说服观众 他的体格和体力都有军人水准 加上本身的硬汉气质 和演出人物很契合 被誉为简直将军装焊接在了身上 黄瑾瑜和肖战在王牌部队中 同时演出拥有理想抱负的军中菜鸟 为了让沉重的军旅剧 看起来有趣一些 这部戏的节奏和剧情 比较轻松愉快 肖战扮演的军干子弟孤一野 智商很高 善于推理和谋略 黄瑾瑜则是草根出身的军人 一改过去的强悍模样 在这部戏中是个可爱的傻大哥 和爱上特种兵中的演出有极大反差 让人觉得好笑又惊喜 不得不说黄瑾瑜实在太适合演军人 烈火军校也是一部相对轻松有趣的军旅剧 虚凯扮演一位玩世不恭的富家公子哥 进入军校刻苦学习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在戏里有许多受苦受难受训练的过程 虚凯185公分的身高 穿上军装也很阴挺 高伟光和张云龙的雷霆战将 两个人也扮演了抗日战争里的军人 现在的军旅剧为了吸引年轻观众 通常会让军装看起来帅气一些 不过打扮也必须符合剧情和时代背景 这部戏因为让两人竖着油头 还抹法胶 导致被批评太没有军人样 上战场的样子像是男模走秀一般 还被中国官方媒体批评 这样的偶像套路不行 虽然两位演员很帅 最后豆瓣只拿了很惨的2.2分 异星评价近高达96% 可惜那两位原本很被看好的男星 陆涵在电影《上海堡垒》也曾演出军人 陆涵扮演的大学生江洋 追随指挥官进入了上海堡垒 成为一名灰英小队成员 陆涵穿上军装也很俊秀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 扮相上来说 上战场的军人比较不会有这种妨碍作战的发型 特别是他身旁的人 从小士兵到指挥官 留的都是利落的短髮 为什么不能换个发型呢 陆涵在戏中后来还当上了司令 但气质被评委没那么合适 这部高达3亿人民币的电影 也因为剧情浮夸 最后票房只有1亿多 惨赔了一笔 除了军装 许多紧装的演出也很精彩 白净庭在《你是我的》 陈池英蕾 扮演的刑警就相当帅气 在戏里 威风的黑色特警制服加上墨镜 冷酷表情与实事求是的铁鞋性格 很有魅力 让白净庭因此脚而大轰 看起来鲜瘦的白净庭 意外的也有一身好身材 为了诠释好突击队队长 白净庭也特别苦练身材 才秀出矜实的腹肌和手臂 白净庭曾在平凡的荣耀中 演一位看起来怯生生的职场菜鸟 和这次的形象差距非常大 让人直呼简直是聚抛脸 这次的演出非常有特警的风范 王凯过去也演过非常多次警察 如果蝸牛有爱情中的刑警队长记败 伸手利落一出场就制服了一群歹徒 他来了请闭眼中演的也是一位警察 新神探联盟是探长公孙泽 北平屋战士和猎狐中也都是演警察 其实刚出道时 王凯是演出丑女无敌中 娘娘腔陈嘉明走红 现在却能演活一身正气 银汉十足的警察人物 可以说是相当不简单 除了警察 医生也是很常作为职业剧的主题 肖战和杨子的余生请多指教 肖战就扮演了一名天字聪颖的年轻医生 相较于扮演军警 医生给人的印象比较温文如雅 肖战外形俊秀 气质上也很适合这样的人物 在戏里专心于工作和学术 对女性事物不熟悉 闹出把女友眼睛贴的双眼皮胶带 误以为贴的东西而当众撕下来 十分搞笑 外表看似冷漠 其实行为很暖男的人设 也让许多女性观众深深着迷 龚俊在从结婚开始恋爱 也穿上了衣服袍 也一位外科医生 上演和附加千金的一段契约之恋 两人初次相遇就是在医院 还正巧是在换衣服的时候 龚俊露出了裸体 这种颜值和身材的医生 这种情节 大概也只有电视剧才有了 罗亦西在儿科医生中 演的是一位年轻又杰出的儿童外科医生 罗亦西斯文的外形 乌亚的气质 很适合扮演医生 披上医师袍的模样 十足有医生样 在这部戏里 也是一个认真拥有牺牲奉献精神的好医生 以家案之名中 孙伟龙演的医生也让人印象深刻 因为妹妹李尖尖怕看牙医 分别多年长大后成为一名牙医的她 再一次看牙后才露出真面目 让妹妹十分惊喜 孙伟龙高大的身材 书身的气质 穿上白袍充满精英感 同时又有一种非常温柔的感觉 让女性观众真想给这位牙医看牙 胡亦天在 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扮演的学霸江澄也是位医生 因为父亲因病去世 长大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88公分高的身材 穿上白袍非常有架势 延续着学生时代傲娇不黑的性格 有着冷酷而专业的形象 中和良在今生有你也扮演了医生 相较于前面几位年轻的演员 钟翰良扮演的医生 有股沧桑感 中年时与自己当年的恋人重逢 有着熟男魅力和境遇气质的钟翰良 真的很适合这一类精英型的人物 也是少数半军人 半衣神都很成功的演员 看完这些穿着职业制服的男神 观众觉得哪一位是你心中的天花板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